多加了把米 还点了几滴油 寡人也是借您的寡 看见了点婚姓 干娘 岂王他这么对你 他也不好受 我听说了 他现在日夜茶饭不思的 痛哭流涕 后悔不已呢 干娘 男人把面子失到坎 他跨不过去 坤儿 你跟着干娘多久了 这算算 可有年头了 四舍五入掐头去尾 十几二十几年了吧 那你到底是 齐王那混蛋的人 还是我的人啊 你帮着他骗我有意思吗 他天天鼓乐声歌 你以为干娘聋了听不见啊 铁势心肠 偏听偏信 有事了 来求我中立春 没事听谗言 就这样的人 你还替他说话 我听说 大王最近得了一个天赋异禀的乐师 叫南国畜师 二叔知道这件事啊 在咱们齐国真是坏事不出门 好事传千里啊 这南国畜师 他的俸禄多少呢 俸禄 我还听说 大王喜欢打赌 尤其是要跟燕老太师赌 一赌输了 动辄就千万两银子 坤儿是心疼干娘你 她日日把你拘在这个冷宫 还不给你吃饱饭 要不是坤儿救进你 干娘 你这天天拿着她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咱何苦呢 凭咱娘俩的本事 到哪活得不比这好 咱说这种活能气干嘛呀 咱走行吗 你要是气不过 再走之前 我去找她大闹一场 我揍这个婚军一顿行吗 大王大王 你别怕 我这回来 可不是来要银子的 不要银子 吓死本王了 二叔 你可真喜悦 早说呀 这么好的事 我不走 我也不能走 干娘你还对她有情啊 她说你是妖怪 说你儿子是妖怪 她要杀了你 埋了你儿子 她天天把你拘在这冷宫 不给你吃饱饭 她对你有意吗 干娘 坤儿 干娘如果就这样走了 那岂不是坐实了我是妖怪 我儿也是妖怪的谣言 我不走 不惜刷冤军 不找到我儿子 我哪儿都不去 干娘是坤儿不对 你先吃 有 witness 你不走 是妖怪的 是妖怪的